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主重视提醒我们不用害怕死亡 害怕死亡是因为我们对天主的不胜任 如同我们愿主亚当 阿瓦 转发 上人一样 上对的我们把上母玛利亚当作生活的榜样 通过她的生活方式告诉我们 可以如何面对死亡 结束死亡 玛利亚遇上完全信靠天主随语的安典 就像在天使报处中看到的那样 她慷慨地回应天使传大的讯息 她说 愿叫你的话 讲究于我吧 如此 对天主的完全信靠是 玛利亚总没有愿罪 玛利亚遇那一刻起就具备的安典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 虽然我们没有像天上的母亲那样完美 但我们因她的言行得到鼓励 并且有上帝上师的假常识 也就结束了对天主的完全信任 我们与天主上遇的过程是隐晦的 却如此坚实 我们一次有一次地说 耶稣 我信靠你 而当我们的生活难过如同玛利亚说的 愿叫你的话 讲究于我吧 死亡就不再是肯制 而是对认识生命 解说那一天的期待 当那一天到来 我们将要在耶稣的怀抱中 苏醒 面对她 接受她真实的爱 那么在上母上天的时候 我们能真正学到什么呢 首先 一种赞与天主对我们生活的计划 玛利亚是我们这条路上的榜样 她完美地参与了天主的计划 她总未说不 她让自己以叫天主对她生命的人和计划而上活 玛利亚所说的 愿叫你的话 讲究于我吧 不只是回应天主 更是邀请 邀请我们每一个人 在天主对我们的一切计划中 展开行完全上行的接受 我们总是喜欢自己为自己上活做的计划 常常忘了把天主放到我们的计划中 我们忘记在计划之前 向天主祈求祂的旨意 因此 当我们的计划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或是没有战功时 我们反而自怪天主 我记得我来台湾的时候 来台湾不是我的计划 这是天主安排 我在上学院的时候 我们的园长说 永乐 我们排前去台湾 首先 我说我不要 因为我害怕 因为新的文化 可是我说 好 如果这个是天主的计划 我接受 后来我决定来台湾 开始我的转教的工作 第二 我们可以向玛利亚学习 显考天主 把一切都交给天主 我们要小心天主的每一个计划 并在天主 并在天主面前 宣服 因为 祂对我们的生活 有最完美的安排 当我们将一切 叫多时 我们可以相信天主 会聆听 并会因我们的祈祷 玛利亚把一切都交给天主 借着祂的前辈 我们被邀请 全心 全力 相信天主 对我们上明的完美计划 我们要做的就是 尽我们所能处 胜任 和 顺服 与天主 第三 上母上天 并不像我们 想想中的 那么容易 不是因为 他做任何 顺择 而是天父 卷顺了他 但这是因为 天主 卷顺了他 做 耶稣的母亲 所以 才是给他 所有的 安慰吗 玛利亚和 所有的母亲 一样 在他生活中 也建立 很多 困难 在他 怀孕时 走了 很长的路 就帮助 他的表姐 以撒布尔 当他 上下 耶稣 或 最后 看着 他的 读上词 在 十字架上 受苦 受难 这是 玛利亚在 世间的 痛苦 流程 他因为 他服从 天主 并完全 相信 天主的 计划 让他 可负了 一切 困难 在他 上面的 箭头 他 被解 上天 我们 被邀请 在 生活中 反省 我们 每天 遇到的 痛苦 和 挑战 我们 我们 是不定 保 天主 为什么要 尽力 这些 或者是 我们 愿意 相信 天主 已经 计划 好了 一切 为了 帮助 我们 意识到 他会 和我们 一直在 一起 不会 离开 我们 就如同 玛利亚一样 对于天主 在 我们 上 命中的 任何 安排 尚开心 就 解说 当我们 敬就 上 母 上 天 节 时 我们 可以 向天 父 祈求 安 典 让我们 囊上 我们的 母亲 玛利亚一样 打开 我们的 心 接受 天主 的 计划 实行 在 我们的 生活 当中 并 完全 相信 天主 的 计划 愿天主 保佑 我们 每一个人 阿们